对象轿车闯红灯 巡逻远景掉头追上 又是一个红灯 驾驶当餐口用 他以为把玻璃室甩掉了 大路口停下来 远景赶上了 下车 下车习货 不下车还装傻 想以拖待变 旧派男子企图冲撞 远景直接偷枪和令 你先下车 下车你先给我出来 你先出来 慢吞吞还状况外 好像刚刚什么事都没发生 说到底就是他心虚嘛 原来是酒驾 还开快车连闯红灯 两三瓶啤酒超标了 就在中秋节凌晨 高雄古山区远景巡逻 发现违规车辆一路尾随 从华夏路到南平路 转中华路 直到美树东五路 才拦查到驾驶 他酒驾开了3.2公里 而一个礼拜前 他才酒驾被抓 远景为避免违规驾驶冲撞 立即拔枪 后令下车受减 过程中远景发现 该墨姓驾驶身上 散发酒味 经酒测值达 每公升0.26毫克 22岁的墨姓男子 9月上旬 才酒驾被吊销驾照 中秋节凌晨跟朋友聚会又贪杯 酒驾无照又闯灯违规 一连被远景开了6张红单 要让他寄取教训 TVBS新闻南部 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